大家好,我是吳仔 又跟大家講佛閒的環節 放心,只有我一個 哈哈哈哈 請大家給個like 之前我們有廣播 這一節我們講 厲害 越想錢 錢就越不來 八個普通人沒辦法解釋的定律 可以令你越來越發達 我覺得這篇文章挺有意思 很多都很重 稍後你聽聽 先說一點 有一個叫做 越不志在越有意外 越緊張越失敗 是不是?我也是這樣 你也是這樣嗎? 稍後聽聽為什麼 其實裡面的東西很有道理 先解答網友的問題 好 有些網友說 阿吳仔你真是做佛閒節目 只是一個人做好了 他說你這個台英有太多其他人 萬萬不可加入其他人 在佛閒的環節 我也要有這樣的能量才可以 我之前佛閒環節 訪問過一個結出青年 是啊 其實要有差不多的 有差不多的東西才能說得到 某些東西 你不是說普通 大佬說話都還嘔嘔嘔嘔嘔 那你說什麼 你搞定你的 那些 那些貪真痴的妄想 收大智慧 其實你們有緣分 聽我說話 其實你身邊那些 他不是說不教 他自己本身也不想學 他覺得有時候做人也夠 這樣就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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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怎麼樣 沒得強求這個世界 對不對 整天叫我 你教一下他們 這樣那樣 教得好才行 教什麼鬼 隨緣 是啊 這樣呢 有網友就說 我一直都做不到六合彩 一百萬都沒有 那是不是天在幫我救我 這樣 你喜歡這樣想都可以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會中六合彩 雖然每次都有人中 但是不是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都不中 那天是不是在救你 不出奇的 那你贏中了錢 那你幹什麼 你答不答我 是啊 我都沒有中過六合彩 我沒有中過六合彩 但是中六合彩對我來說又不是什麼 中六合彩都退不了休 八百萬而已 六合彩都可以 二千萬左右 退休 基本人來說 如果你是衣食無憂 總退休 有數得計 那就服務眾生 做事有錢 那些是正財 那些是大橫財 有沒有這樣的命 才行 你喜歡這樣說也可以 那天正在幫你 那天叫你快點去幫人做些事 唉 今天有的 有講錢銀的 我們這個 topic 你剛剛聽 你 另外有網友說 暗仔經常說什麼 生兒獄女共罪天倫 怎麼會是債 無兒無女就太監債 這樣說 這麼執著 每個人都無兒無女 太監就自己淹 這麼負面 太監就被淹 或者自己淹 絕後 那怎麼辦 發哥的命沒有你這麼好 發哥的命沒有張志恆這麼好 對嗎 以你的概念 生兒獄女共罪天倫 怎麼會是債 那就看看誰 有人來還債 有人來討債 有人來報恩 有人來報仇 做人都不能說實 我一向都不會說實 我說你喜歡有小朋友 但你沒有小朋友也會苦 求不得苦 你不想有有就麻煩了 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很棒 他說 以前的人咒人絕子絕孫 現在的人咒人什麼 快點三年抱兩 哈哈哈哈 很嚴重 這個世界 生活不同了 祝你連生季子 現在變成是詛咒 他這樣說 絕之絕孫 家山祖墳 沒有人打掃 這件事你不夠 可百括達 殺了骨灰 到海裡 真的可以了 祖墳 有人打掃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 你都… 你的物質都在地球循環 變了別的東西 唉 那些東西 有什麼說 早不早墳呢 這個地球和平了的日子 都不是很長的時間 這麼多人打仗 絲都撿不回一個原子彈 灰飛煙滅 你說他是不是很慘 當時那一刻 其實兩看 一秒都沒有 但一聲就沒有了 然後又變了別的東西 很難說 很難說 做人的事 你喜歡 就朝著你喜歡的方向 但你又不要覺得 人家無兒無女 是太尷尬 真的 說不得 好 另外有人說 很厲害的事 人與人之間 最好的關係 就是無關係 兩體 孤兒又恨有老爸老母 又恨有人疼 你問一下孤兒 他無父母無妻糧 你覺得他想不想 沒有關係 人呢 你有的東西 你覺得沒問題 你想要一些 你得不到的東西 沒有關係 少少關係都有 世界給你這麼多標籤 好像大家 用同一個文字溝通 第一個語言溝通 我們的關係就是 大家都是香港人 大家都是懂中文字的人 如果大家沒有關係 就見不到這個緣 所以這些東西 又不能說得這麼實 學佛就學中庸之道 偏激的極端主義 不是我們討論的範疇 當然會找到很多人 一起跟你說極端主義 這個好 人的死血 就是怕空虛寂寂寞和冬 兩看 看看是甚麼人 有些人也不怕 其實你又怕寂寞 但你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麻煩 看看你是甚麼位置 我以前也覺得很麻煩 我現在不覺得麻煩 人都希望做一個好人 每個人都有執念 是認為自己永遠是對的 看看是甚麼反省自己 當然是覺得對才說出口 正等於剛才說第一句 是不是 即是你跟我說哲學 人是這樣的 你看人性的弱點 絕對是 絕對是 大部分也是 好像河馬都覺得自己對 他說大開眼界 道德底線是零還是負零 零和負零都是零 他說真的要敬而遠之 簡單地形容 已經不是人 有些人 上倉做人的意義是甚麼 真實永遠是米 佛教的角度告訴你 六道人間道是修行 三惡道是懲罰 做畜生 落地獄做惡鬼 是懲罰 人道是好壞參半 被你修行 例如你做貓 我看到有隻很厲害的貓 經常去拜佛拜了四年 很厲害 跟和尚一起看著佛像 拜佛 一輩子都吃素 天人道也不用修行 太厲害了 也有一個能量 他可以成為天使 或者神仙去幫助 护法神 那些境界 阿修羅 人道 你說人有甚麼用 修行 大家都是暫時存在 不用這麼尋根探秘 過了一百年大家又不是這個狀態 有網友問 兩代歌神好像有同一命運 老婆也一般 一個是潔癖 一個是大洗 很多人都大洗 袁明兒也大洗 她老公也不是歌神 哈哈哈哈 她一樣是極品 現在又因雙病取消演唱會 為何這麼巧 劉德華也試過 雙風感冒取消演唱會 這麼巧 年紀大了 有些人會說 敢不見胡鋒取消 胡鋒就聰明了 這麼巧 他們兩個被封為歌神 人風 這些 Eason是否唱歌真的很神 兩體 各國各爾 都厲害 這些無毒有偶 另外解夢 最喜歡解夢 有網友來解夢 他說 他說 他經常發過夢 老爺奶奶叫我幫他做生意 因為生前是幫忙做生意 但他們死了很久 他說我發了這個夢七八次 夢見老爺奶奶叫我跟他做生意 為何 究竟是否第二世投胎 都要幫他們做生意 你真厲害 你不想負面的 他是不是要叫我一起做生意 你不想這些 潛意識 解夢一定要看潛意識 老爺奶奶 你嫁給他兒子 做生意為了什麼 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旁觀者清當局者 做生意當然是想賺錢 想生活好些 難道想輸錢 含家富貴嗎 這個很簡單 做生意幫我一起 要你幫他 他兒子在你手 老爺奶奶叫你 要跟老公生活好些 什麼 自己對老公這段時間好嗎 好嗎 好嗎 發了很多次 你的關係如何 你不用回答我 自己問一下 你跟老公那段關係 就代表你老爺奶奶叫你做了一件事 其實他們最大的想 一定是跟你老公的關係 生活好些 富裕些 不用想太複雜 好 我們今天去這個 生活中無法解釋的玄學 我聽完都覺得很棒 來了 其實命運是有些規則 有些啟示 對我們人生有些干預 好像有個網友說 他不讓我中落彩 是不是真的幫我呢 這樣 未去到這麼膚淺 我們再聽一下 你明白還是不明白 但是他都會在你的世界裡 產生一些很厲害很神奇的作用 不代表與你無關 你不明白有一件事 但是他在你身上做了那種力量發生 是真有其事 對未知的力量和宇宙運行的規則 我們保持敬畏之心 你對他敬畏 起碼可以避免犯錯 如果可以參透當中的玄機 你事業、愛情、人生、什麼方向 一定是無往而不離的 家庭美滿 婚姻幸福 一切都在 在念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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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是呀 你真是的 你真是生氣 你嘗試下去找個民生老狀 我保證你真是麻煩 你真是麻煩 你那個人念頭好的 你對著每個人都在笑 開心 你這個人就很幸福 是呀 你真是 你一不開心 拉車亂飛 真是麻煩 你一切都沒有 你亂過馬路 那不死 所有事情都在念頭之間 佛學其實就是講念頭 好了 原學上 有一種說法 做一件事 越輕鬆 越不在乎結果 是越好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有沒有試過呢 你做一件事 你不在乎結果 反而 其實做到什麼呢 是深無雜念 是深無雜念 事情的結果 反而 會出乎意料這麼好 相反 你越緊張 越在意 越心急 是一鑊足 為什麼呢 當你放鬆的時候 你大佬是專注 當下 專注在做那件事的上面 進入一個深流的狀態 深流的狀態 的意思呢 就是呢 你感覺不到時間的流勢 你進入到深流的狀態 你就可以啟發到你的智慧 超過100% 好像這樣 我經常跟你說話呢 你不覺得我講話很快 而且好像不用想 又說我口才什麼 其實我進入了一個深流的狀態 我有一個潛意識在跟你說話 我沒有想的 我不用想的 這個狀態 是化境 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 但你有回到差不多 資料 但你進入了很多資料 然後你很享受那個時刻 你不要想 你越想 我怕我卡住 我怕我講錯話 我怕我講話 我怕我講話 那你肯定都可以 其實這些事情我教過我的主持 但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得到 是 Ivan Sir好像說得不錯 其實現在講片 是 唉 這些事情 跟人的心 很有關係 如果你太過糾結於某件事 或者某一個人 其實會越做越差 無憂鬥 只陷入一個困境 裡面 好像演講 例子 你一心想著 一定要把廣告說好 你肯定說錯話 好似拍戲 一定說錯對白 因為我們其實會知道 這件事 其實那些人 演講 往往 口吱吱 那些 其實是被自己的內心 令自己失敗 他想了很多事情 哎呀 這份稿說得不好 這條片拍得不好 有沒有點擊 糟了 老闆會不會炒我 會不會罵我 會不會扮我 說得不好 其實越想這些事情 越差 一定要做到心流的狀態 心無雜念 所以我們要換個心態 把心情放得很鬆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說 為什麼吱吱跟家人說話 說話 特別舒服 他跟朋友聊天 對 跟朋友聊天 和自己做一件事 我就沒有問題 我不知道他怎麼想 但我當然明白 為什麼他有時候會 這麼順 有時候會這麼結束 其實都是講過 講過心的 我也試過 那時候 根本上 以前經常都想熊 想熊 我也沒有意思 然後我不管 我幾次 在事業上 有些成績 什麼都不管 低頭就做 反而效果很好 現在也是這樣 講到 有四個字 叫脫稿成篇 其實根本不用看著一張紙 這些叫做 無心生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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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 在無心的時候 那個心的能力 那個隕藏在裡面的大能力 才可以發揮出來的潛能 一心想著不行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那不行 哪個重要 哪個重要什麼 那就講得差了 但是你要進化境才行 你本身的人 那些基本功要很好 不是說 不用想了 那天才 打個籃球 就可以變成米高佐頓 你神經病 你本身的基本功是很厲害的 所有事情是了了分明的 是的 等於張無忌 張三豐教他太極 他教完他所有事情 他說 記不記得我剛才教你什麼 不記得 什麼都不用記得 只是打到他媽媽都不認得就可以了 但是他本身已經有九陽神功的高手 這樣才行 所以平時的練習都很重要 只不過剛才跟你說的是出手的時候的狀態 就像米高佐頓 Covey Bryan 那些化境的高手 全部都心流 心流不只是講演講 所有事情 所有的運動 一級運動員一定是進入心流狀態 你看美斯怎麼扭球 他們不是想的 他們不需要想的 這些全部是他們平時訓練出來 一萬次一千次 千千萬萬次一千次太少了 千千萬萬次讓他們可以做到那種化境 李小龍的動作也是 是的 如果一想就輸了 一想就慢了 這個一定要快 一想了 你有很多壓力 很多焦慮 影響你的思維 你的行動 會導致你失敗 可以套入你人生其實很多的情況當中 另外 投資有一個影子規則 賺錢的 他說錢是影 人是不可能追至影子的 他說你越想賺錢 你越難賺到錢 你越不在乎錢 錢是噴噴的來的 為什麼呢 他說你跑得快 影子自然會追上來 這個叫影子規則 我們呢 有個啟示在裡面 他說當中就是 真正會賺錢的人 不是太在乎錢得失 能夠大方分錢 這個比較複雜 這個要聽Ivan Sir說多些財經 另外一件事 其實你要錢不是朝錢看的 是朝見事去看的 這個絕對是 這個絕對是 其實你說投資也是 譬如你看到一些東西 我經常講服務眾生 你看到錢你追 你追不到那個錢 你追到一些人 你做的那件事 究竟可以散得多開 散得多大 那些就是錢 你看到錢你追不到 去到你 如果你脫離了打工的那個 那個心態你就不明白 老闆就一定明白 就是那個擴散能力 不是要賺到錢的老闆 應該這樣說 賺不到錢的老闆也不明白 是的 其實Ivan Sir有時候 說的那些財經 他也是在說這件事 你追錢追不到的 但你追趨勢 他在做什麼的背後 他那種分析 其實他根本上就是 對事不是對錢 好像有點心 不要緊 繼續去 好 他說在錢方面一定要留兩個字 哪兩個字 賺錢和做人 是留有餘地的 在賺到屬於自己的部分之後 應該停止 考慮停止 他說有更多空間 就要留給其他人 這樣的意思 真的不要賺到盡 為什麼呢 這個世間錢 始終在社會裡面 來自於社會 如果你全部拿完 其實 當然你拿到大份的 都是你的福報和運氣 不是說你越有能力 越努力 越能夠賺到錢 這個一定是錯的 這句話一定是錯的 因為很多人 上班的時間很長 或者新界隻牛都很勤力 對不對 不是說這件事 其實你找到大塊 你一定是講福氣 這個世界上 排除少數天生懶惰的極品 其實絕大部分人 都很努力為自己生活 打拼的 事實上是 所以其實去到最後 剛才說的什麼 綠合彩什麼什麼 那些 根本上就是講福報 努力 是入場圈 每個人都努力 每個人都上班 不過時間不代表你的努力 好像我以前見過一位高手 他在健身室 一個小時 你又一個小時 我又一個小時 有些人一個小時 就在這裏 我一個小時 就在這裏 那十年之後 我的十年和你的十年 大家的距離會相差多遠呢 如果你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你是要很 不然你根本上 你不會成功 是的 你只是 你有參與那件事 但其實你 沒有去 努力去令自己 達成你的目標 是的 所以你不可以說 我一天做這麼多個小時 為什麼他一天這樣 他又可以這樣 大家的程度不同 是的 所以 除了努力之外 努力是入場圈 這個一定要的 非常入場圈 找你的財路 是的 好 賺錢 其實如果賺到盡 告訴你 其實就是一種貪 而貪 會令人失去良知 貪男的蔓延 會有無憂子 在底線上 不停嘗試過界 所以我當時說 有個人 其實人品不錯 但經常握人錢 越握就越過分 他握錢 那些東西就離開了 人開始決得 那你的禍 就不願意了 另外 第四 你能夠吸引到的朋友 在通常的情況下 其實跟你的人差不多 因為心靈 在一面神奇的害怕 他會不斷 把你的內心 展現給更多人看 是的 做得朋友 對話 對話 一定 在某一方面 大家是 有共同的價值觀 所以你說 見到朋友 跟他也有點相似 不過人很容易相似 好像牛一樣牛 兩隻角 有些長有些短 貓當然有 有花紋 不是黑白 都會相似 要撞款 不是那麼難 這個世界很容易 對 撞髮型 周時有 撞衣服 經常有 我們的人生旅程 這裡說 其實最大的收穫 不是錢 也未必是知識 應該最終 是需要一副美好的心靈 你越乾淨 越容易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對於財富 真正的認知 其實就是 以誠以待 盡心盡力 所以 不要埋怨 不要埋怨 身邊的人沒有關照你 沒有提攜你 其實人不是遇不到貴人 只不過那些人沒有成為你的貴人 成為了別人的貴人 你想在人生當中遇到貴人 你先要努力去提升你自己 幫助和利益眾生 成為了別人的貴人 你的貴人就會出現在你眼前 是的 這個世界 你不要說別人不幫你 你嘗試到處幫助別人 慢慢有人幫你 這是真的 是的 好了 講到 在地球 天然 地是存在了一件事 叫磁場 每個人身上也有屬於自己的能量 對不對 能量這些東西 你又看不到 又摸不到 但你要重視你的能量 可以帶給你正面能量的人 你和他相處 在做任何事的時候 就會保持一個正面的想法 你其實就會 所有事情就會很舒服 相信自己一定能夠搞定 是很慘的 所以我之前說認識負能量的 是的 你認識到一些人 剛剛開始做 已經在打定輸數 有些經常說 進可攻退可守 穩定退路 往後縮 那些 拖後退 有負面想法 做事就輸 輸多贏少 不是一個成功的人 遇到問題 在當下無法解決 那怎麼辦 沒有所謂 先放在這裡 繼續走 當你進步之後 思維升級之後 其實你回頭看 那些問題也不是問題 人是慢慢會升級 那就是 你有一件事 你現在很生氣 你現在很生氣 你現在不明白 十年前 你十年前 一定有一件事 覺得很困擾 你現在回想 其實真的 搞笑 一定有 因為你已經升級了 你已經聰明了 你已經聰明了 你就會發現 之前的問題 根本就不是問題 另外 有些事情做得不順 不要強行來 堅持死也要做 任何時候都不要這樣 因為這樣是逼死你自己的 有呀 以前有強行做 有些事情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那就糟糕了 這個世界有一個東西 叫成功學 做事講究 就是一個狠字 不能停 拼命衝 其實這樣 就搞到自己 太過 緊 逼死自己 你會搞到自己的心靈 有問題 是的 你 會發現 出現一些 本來不會出現的障礙 因為你個人的狀態已經很差 為人處世 是需要激情和干驚的 但是 你做事的時候 一定要 你本身 內心裡有一種 暢通 還有一種不違和感 做下去是舒服的 做下去的事情都不是你 你強行來 為什麼這麼多人強行來都要做呢 因為我們小時候的教育是這樣的 你不認識的事情 你要學會 你不認識的 你不熟悉的事情 你沒有興趣的事情 但是他逼你考試 你要這樣做 但是你出來的社會 其實你可以選擇 你用你僅餘的時間 人的時間很短暫 三十多天 這麼少的時間 你做一些你熟手的事情 你能夠成功的事情 你成功就不願意了 如果米高佐敦去扔飛錶就糟了 走去射箭 走去其他地方做其他運動 他就不是米高佐敦 他也是打籃球 專心做一件事 如果那些事情是你自己非常不喜歡做的 那怎麼辦 又迫著自己拼命做 那等於拿自己的命來教育 這個說得真好 其實真的教育搞壞了那些人 那些填鴨式教育搞壞的人 你本身那樣東西不是你 他硬要你做的 我很小時候 我二頭 我想再小一點 十幾歲我已經懂得說 那樣東西不是我的 那樣東西不是我的 那樣東西是我的話 我自然有興趣會做 做好一些磨利把刀 就算你打籃球你也會分的 打籃底還是打外圍 或者你做什麼 你是切入鏟還是射球 那樣東西不是你 不是你就不要做 硬做你一定會失敗 磨利自己的刀 磨利一點 這個時間大家都很公平 這個是成功學 不要搞到高不成低不就 這個很重要 而且你用了你的精神 你的健康做一些無謂的事情 就很嚴重 另外 就是記住 要做一樣你有把握的事情 其他事情交給宇宙 盡人事聽天明 適當時休息 你可能找到人生那種 豁然開朗放鬆 做人做事盡可能簡單一點 你就少了些貪真 你聚焦在當下 外面發生什麼事都好 其實你不用管 你好像覺得沒有人 沒有事一樣就可以了 你放手讓他去 讓子彈飛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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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飯就吃飯 要睡覺就睡覺 多點操練一下自己的身體 人生一定會過得美好 如果你集中你的精神 去想一些你控制不到的事情 你就不是活在當下 你就生妄想 很多人聽到這些說話 當是耳邊峰 但其實根本上 這種是一種 你放不了手 你變成一個人生的習慣 你這個人會 其實我都不太做到 我想告訴你 你會用你的命來換你的成功 用你的命來換一些東西 有些人就 確實是 你越不自在 越有意外 那些東西它自己會比喻 只要 底妝打得好 那些東西會做足 放下 鑰匙糟分 忘記無關痛養的雜念 不用太計較 不要和它纏擾 做好自己的本分 結果 你可能有目標 但不要有太多慾望 不要太過份 都離譜 做人就知足常樂 這段影片你聽的時候我50萬訂閱了 其實對我來說沒有關係 有些人說恭喜我 李程碑沒有關係 有些人說快點50然後100 沒有20都是這樣說的 20 30 40 50 60 70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根本是差不多 50萬就50萬 那51萬就怎樣 50歲就50歲 那51歲其實每一天都是新的 這樣就行了 這就是目標和執念的分別 兩者主要的分別就是目標有方向 我的方向就是說話給別人聽 有人聽我說話我就繼續說 對不對 你繼續朝著這個方向走 但我想告訴你 你欲望就是執著 有些人說 我不做到這樣 我一定怎樣怎樣 沒有10萬秒就怎樣怎樣 那這些跟貪念是差不多的 那個能量情緒 是啊 這些執著的東西就是會令到你過於焦點著某一個目標 而不是生產一些優良的品質 那麼執念過強 會妨礙你的目標的視野 反而就是作簡自綁 自己好像找些東西困著你自己的 是的 會的 然後失去了你最純樸那種 最純粹的那種力量 那天給你什麼呢 你就享受什麼 那天拿走你什麼呢 你就給他 那條命也是這樣說的 他想拿你的命 你有得不給他嗎 是不是 他要給你聰明才智 要給你口才 要給你身體健康 你有得不瘦嗎 是不是 那你當然要經營 當然要經營 但是個人就可以開懷很多 是啊 其實人呢 握著拳頭 什麼都拿不到 反而攤大的手掌 所以一切事物的結果 往往就是你放下 所有的預期和壓力的時候 他就會自然湧現在你面前 這些就是順其自然 相信一切有最好的安排 你做到心裡一無所求 人都無求貧至高 幸福和自由都會不求而自得 因為你太執著的時候 你一定會苦 一定會苦 你心目中已經有了答案 他要這樣 他要這樣 是不是 要找個男朋友 有六呎的 你也好 五呎十 其實五呎十也不錯 一定要六呎 他有一千萬身價 只有八百萬 少人二百萬 我要拿法拉利 拿波子 你一輩子都不開心 其實已經很好 不用這麼執著 做人 你一有了目標 所以那個目標變成執念 就麻煩了 這些叫做 無心生大用的真剔 最後 剛才所說的東西 其實是可以幫到你一輩子 我想說幾句話給大家聽 亦凡事發生 必有利於我 剛才有人問 是否我不中六合彩 是他幫我 你這樣想得對 另外 保持樂觀 積極 深信自己 就是一定會風生水起 這頗好 第三句 保持強烈的自信 問題的大小 只是內心投射的外相 在我的角度 看到最終 必定能夠解決 第四 我允許一切事情發生 和接受他 沒有 其實你不允許 可以的 總之你允許 可以的 第五 萬物皆可為我所用 這個我很明白 我講什麼都可以 所以有些人說 不用講佛也可以 講八卦也可以 講新聞也可以 講這個也可以 萬物皆可為我所用 這個很厲害的 你去到這個境界就行了 第六 勇敢的人 必然 必然先享受世界 即是你個人 如果你很膽怯 這個世界你就會變得很怕 這個世界你不享受 這個世界你不享受 你個人要有個膽才行 第七 不要因為打爛了牛奶而哭泣 哈哈哈哈 小孩子 對 小孩子就是打爛了牛奶 然後哭泣了 其實引伸在成年裡 很多這樣的例子 好 第八就是 正因為我有能力解決 這個考驗才會降臨在我的生命裡 好啊 今天的分享相當勵志 所以 其實我們每行一步都沒有說錯 就算兜了路的話 我們也是看多了東西 去旅行你就明白了 鮮花 鮮花必將在終點 綻放相迎 這些真是 心靈雞湯中的雞湯 這些全部都正能量 這些東西寄在心裡 掛在嘴唇邊 我包你做人 真是順順理理 沒什麼壓力 做人這樣 做得完 今天所說的東西 個個都高手了 我們下次再說其他的知識 拜拜